其實基本上,反正就是從這個地方延伸過來 其實我們今天做的不外乎就是本來它是一個關於本書,是一個超連結,醜醜的把它變按鈕 那按鈕怎麼變?我做了很多的屬性設定 那一個不夠,我加了總共四個 那可是問題你四個按鈕放在這邊,其實說真的雖然不算太醜 但是感覺上 就還不是那麼漂亮 OK,所以我們可以把它進化 進化成什麼樣子呢?各位可以看到 下面這個方式 這個方式,下面這個叫做list view OK,其實在原生的開發方式裡面也有list view 如果用list view來做 以前恐怕很花時間,而且要寫很多程式才有辦法做出我們的結果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做出一個list view 像這樣子 該 如何做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list view呢 做法上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這個list view 裡面的sauce 大概基本上最關鍵的 其實就是 把他的data raw 改成叫做 就是list view 就這邊 OK 那做法上面我們來看 其實他的程式基本上從這邊到這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把它delete掉 重來過 好了 delete掉 做完就是長這樣子 把它切回來 delete掉之後 回到我們原來的這個頁面 那怎麼做 一 請注意 把上面這個東西 總共會有四個連結 ctrl 式一下 那我需要 假設我要重做 需要怎麼樣 先用那個 記事本幫我過濾一下 因為我剛剛放了很多東西 如果你貼上它全部通通都過去了 包含裡面的所有的屬性 那我們不需要 先需要怎麼樣 重新再來過 所以把它貼到這邊之後的話 然後把 我們需要的實際上就是怎麼樣 實際上就是需要四個段落 就是說四個 這個我們的標題 所以請你把它 貼上之後 留下什麼 留下四個然後enter過就可以 貼到哪裡呢 請你貼到它的下方 可以貼上 貼上的時候先確定一件事 因為 在那個記事本裡面 它會把那個段落變成 分行 不是分段 所以我們需要第一件事 先把它的分段 delete掉 Enter一下 移到後面 delete掉 Enter 讓它分段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把這四個選取起來 把它變成段落符號 這個就是 項目清單 項目清單的話 特別注意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 旁邊這邊的程式 基本上 你想說 老師 你為什麼要把它 delete掉 因為主要就是如果你 假如說 在記事本裡面 直接貼過來的東西 它會變這樣 假設我直接貼上的東西 直接用那個什麼 項目清單的話 它會變成只有一個 這個把它拿掉 它就變一個 那怎麼辦呢 你必須把它delete掉 Enter delete掉 Enter 反正 我們要做清單之前 一定要先變成什麼 項目清單 而且要長這樣子 這第一步 看沒問題吧 OK 其實它做完之後 在 HTML 到底有哪些 東西呢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 HTML裡面 基本上它就 UL開頭 UL結束 有沒有 所以項目清單的頭一定是UL 尾巴一定是 結束UL 那每個項目清單的前面一定是LI 結束LI 這個基本價格應該 學過網頁應該 有印象吧 應該沒問題吧 這個是最最基本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會需要做超連結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 做超連結 這個前後順序 那可以顛倒沒關係 看一下 乾脆我們先把這個 那怎麼樣把它變成ListView 我們第一個 一樣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第二個請特別注意 選擇什麼 選擇一樣是DataRaw 在這個選舉範圍裡面 找到一個叫DataRaw DataRaw裡面 剛剛我們用的第一個元件是Button 那請各位往下找 它會是在大概比較偏下面 有一個叫ListView的 這個 點擊它 OK 這個時候呢 請注意一下 你做完這件事情 可能你要稍微順便看一下 到底它幫你加什麼 有的同學 加了就算了 也不管 就繼續 其實我覺得 最好還是稍微知道一下 因為 未來 如果你要能夠更 掌握 更多的話 還是在原始碼裡面會是最簡單的 它雖然幫你加了 可是有時候加錯怎麼辦 你還可以改 或者甚至你可以 手動改 有時候效率會更快 好 它會在什麼 Ul 後面加一個DataRaw 等於ListView OK 要加對地方 因為同學 還是會容易造成 就是會有錯誤啦 加錯位置 好 做完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即時 看一下 你會發現 我們的ListView出現了 可是你會想說 好像 好像還差了什麼東西 哪些地方 第一個 它的什麼 箭頭沒有 OK 跟剛剛有什麼差別 為什麼沒有箭頭 因為 沒有加上超連結 OK 第一個 所以等一下加超連結OK 第二個呢 我剛剛的那個 好像 ListView有圓角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 這個地方是 完全 牽在裡面 我覺得好像圓角還是比較漂亮 所以兩個地方在加 第二個 那怎麼改 特別注意喔 我們 加上那個 項目符號之後 一樣啦 在每個地方上面 把它選起來 加上什麼超連結 那超連結其實 第一個就是About 所以這個地方跟剛剛是一樣 把它加上 About 那這邊的話 畫加上 Page1 Page2 Page3 OK 那加完之後喔 其實你再把它按即時啊 你會發現喔 底下的這個箭頭出現了 那可不可以連 可以連沒問題 這個地方點擊 OK沒有問題 那最後喔 如果你要把它變成圓角的話 特別注意喔 然後最後喔 只要再做一件事情 這一個 就大功告成 一樣喔 特別注意喔 一樣在這個範圍裡面喔 ThisView的 上面 有一個關鍵屬性 叫什麼呢 叫做 Data Insert DataInsert 這為什麼叫DataInsert 你自己去想像嗎 也許是 把它Insert進去 Insert Insert 跟怎樣 不是Insert Insert Insert 也許可以把它想像成什麼 欸 牽到裡面去嘛 OK 反正 這個 然後把它改成True喔 就這個關鍵屬性 再把它按個即時 有沒有發現 它的邊邊就變圓角了 而且有點牽入到裡面去了 喔 那這樣的話 就完成了我們的ListView了 OK應該 可以 理解這個道理吧 OK那我們來把重點再回顧一下 一 請你把上面的這 四個 建議是放在那個記事本貼上 EnterEnter 做項目清單 超連結 最好是先做 再把它選起來 做DataInsert 再做DataInsert Insert 一直看成Insert 可能老花的度數增加 OK喔 就是 改為True喔 那就會有個外框 OK大概這樣 那至於就是 你想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 換個顏色 可以啊 但是那個換顏色喔 比如說你把它改成黃色 這邊一樣有DataSync 比如說我把它改成是 黃色好了 但是你會發現喔 它這個時候呢 馬上就變黃色了 有沒有啊你也可以直接再去改顏色啦 所以這個 顏色部分我想應該比較簡單一些些 不過改來改去 好像也沒幾個顏色可以改 OK大概是這樣子 來把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喔 那什麼時候用 其實還蠻多地方都有 用到DataSync 尤其是 項目很多的時候 連結很多的時候 都會用到DataSync 那現在用最多的應該是DataSync 前面還會加上 加上一張圖啦 有沒有 一張圖 然後一個 清單 一個連結 那這個部分後面 在第七章裡面 還會再提到 怎麼樣讓那個清單 變得 更多樣 包含就是說 前面可以加上那個 圖示 以前在原生的方式撰寫這個部分是非常麻煩的 還要用什麼 很多方式喔 就是 我們文字要用一個Adapter 然後那個 圖要用Base Adapter 應該還 之前有 同學學過 光這部分就頭很痛 那這裡的話 稍微簡單一些些 另外就是說 ListenView還可以做成群組 比如說我一個群組 下面還有一個 有一些詳細的更詳細資料 那也就是說 其實我 我覺得 如果說你要做 比較 多頁面 比較複雜的 這些 功能的話 其實在 這個部分應該會優於原生的方式來做 因為這部分說真的 他可以做得很細 而且概念上面跟 網頁 還蠻像的 所以如果你的資料量很多 你要做很多頁面的 這種App的話 比如說一些 大量資料呈現 其實原生方式在做 其實 真的蠻麻煩的 但是這個其實就簡單多 所以你可以去 針對你不同的功能需求 可以做一些選擇 OK 試一下 請各位 再把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部分 再試試看 黑 灰 藍 銀 清單好像用深色來看 好像不好看 我把它改成 也許跟銀色或灰色 好像感覺 比較OK一些些 好,試試看 感覺用銀色的 好像 蠻不錯的 也許 紅色的 關系 不